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这些就是三种我们平常会用到的 户外枕头 分别是棉质枕头 自冲气枕头 还有冲气枕头 首先从体积上来讲 最大的肯定就是这个棉质的枕头 其实它跟我们平时家里面的枕头挺像的 就是很软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枕头的话 那就没问题 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它稍微有点大 但还是非常舒服的 也非常的轻巧 只要十几块钱一个 平时家里或者带出去睡都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种就是这种自冲气枕头 自冲气的装备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只需要把这个阀门拧开 放在那儿填充物就会膨胀 自动为你把气冲到80%左右 不满足的话 你就可以再用嘴给它吹一吹 自冲气枕头舒适度是最好的 因为它里面既有气也有填充物 而且我这一款它上面还有直一些红毛 整个睡感非常好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有点大 收起来也很难收 所以我后来又买了这个冲气枕头 哇真的超级无敌小 还没有我的手大 非常的节省我们的收纳空间 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展开来就是小小一张布 你需要往里面吹气 其实也很好吹了 我的肺活量大概是三四千 吹四口就把它吹起来了 舒适度虽然不比自冲气枕头 但是也没有差很多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对比这三款 你更喜欢哪一款枕头呢 我还没有从来到这一半 我还没有变成了 由于他一样的 我会觉得你能够一下 我会觉得你会不会偿门好吗 我会觉得你会不会偿门好吗 那我会觉得你会不会偿门好吗